余玲有一名39歲的單親媽媽開學的前夕 她特地在27號上午上工作的幼兒園請了假 當時這名媽媽她開著休旅車 再者接受輔助的三個兒子 要去抖溜參加弱勢家庭的活動 結果一家人行金水林鄉產業道路時 與一輛轎發生了擦撞失控翻車 車上讀國中13歲還有14歲的兒子坐在後座 疑似沒有系上安全帶就被拋出了車外 當場沒有了呼吸心跳 而九歲的小兒子又前臂開放性骨折傷勢嚴重 送醫要遭到截肢 那麼救護車當時趕到現場時現場是一片凌亂 休旅車車禍翻覆產業道路 警察消防到場幫忙救人 14歲13歲兩名國中生被拋出車外 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救護車緊急趕到現場 將兩人送醫但還是傷重不治 開車的媽媽全身撕裂傷跟穿刺傷 自己走進急診室探坐在椅子上 九歲兒子緊急推進手術室 又前臂開放性骨折 而截肢搶救 幸好兩人治療後沒有生命危險 去參加活動 對 因為可能就是爸爸走了 暑假因為要開學了嘛 然後帶小朋友去就是玩一下這樣子 對 然後就剛好遇到這個事情 我們也很挫餓 衝回現場兩輛車已經調走 但有許多碎類零件沒清乾淨 事發在27號上午9點多 39歲的林姓女駕駛 她是鄉立幼兒園的老師 特地請假載著三個兒子 要去抖六參加弱勢家庭活動 沒想到行徑雲林水淋香 慈惠堂附近的產業道路上 跟一輛轎車發生差狀失控翻覆 兩名坐在後座的14歲13歲兒子 疑似沒吸安全帶 當場拋飛出車外回天乏術 修理車它是由西往東北行駛 那另一部自小客車是由北向南行駛 根據了解兩輛車是在路口發生碰撞 造車的黃心駕駛沒有酒駕 不過現場因為沒有路口監視器 詳細車禍原因還要調查釐清 記者李明仙方中成SNG報導 記者李明仙方中成功